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相信很多人呢,在减肥的时候都吃过香蕉 那香蕉除了减肥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今天呀,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香蕉的三大妙用 一,降低血压 根据研究表明,如果你每天都吃一根香蕉啊 其中含有的甲元素呢,对于降低血压,保护身体健康有非常好的效果 二,改善贫血 因为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能够促进身体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生成 从而改善贫血的现象 三,促进消化 香蕉中的膳食纤维能够达到通便的作用 因为香蕉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食物进入肠道的速度 从而改善我们的便秘现象 而且呢,如果你经常腹泻的话 也可以吃一些香蕉 这样就能补充身体流失的矿物质 让身体更健康 当女星朋友发现自己这处毛发特别浓密的时候 那么就要恭喜你啦 你是非常健康的 尽量啊,不要去刮它 那就是叶毛 叶毛的多少呢,会反映出我们身体是否健康 叶毛的生长普遍和我们的淋巴排毒 身体代谢是有关系的 如果大家为了美观将叶毛刮掉的话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身体的排毒和身体代谢 所以说在平时的时候,大家就尽量不要去刮叶毛了 而且如果你的叶毛越浓密呢 就代表你的身体新陈代谢会更好一些 而且呀,我们腋下的排毒 一般都是通过出汗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毒素的 所以说你发现叶毛经常是潮湿的话 那么就要恭喜你了,身体中的毒素会越来越少 而秋季的到来呀,人体湿气呢也就越来越重了 尤其是女性朋友 那当你的身体这处越来越湿的时候 大家就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了 那当大家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的头上啊,像是裹了一层湿布 不但经常出现头晕发闷的感觉 而且还会出现发热,眼睛肿胀 或者是突然怕冷怕疯 而且呀,还流清鼻涕的时候 大家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湿气已经开始入气了呢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就可以吃一些白匾豆来去除湿气 白匾豆啊,一直有长寿豆的美称 可以合胃化湿,健脾沥水 特别适合大家秋季来食用 不但可以去除身体湿气 还能帮助大家回复健康,更加年轻 有很多人都说走路对身体非常好 但是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种走路方式啊,会让你的膝盖提前报废 早知道早改过来 每天暴走一小时以上 这样的运动方式呢,会造成运动过度 会让我们的膝盖过度的磨损 让膝盖疼痛加重 如果大家在平时的时候想要通过走路来实现身体健康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注意,走路的时间不要特别久 最好是30到40分钟 当感觉到微微出汗啊,就已经达到运动的效果了 而且呢,大家在平时走路的时候 应该选择较为安静的塑胶场地 比如说公园、体育场等地方 最好避免像水泥路面这种硬地面上行走 也要少爬山,少走上下台阶 所以说呀,虽然走路呢,对我们身体很好 但是啊,一定要注意方式 相信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呢 都用过瑜伽减肥这个办法 但是啊,有人说瑜伽并不能减肥 甚至还会毁掉我们的身体 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瑜伽呢,是属于一种静态的拉伸动作 它在平时的时候会通过肌肉的拉伸和收缩 来达到身体的平衡 但是大家在平时练瑜伽的时候 也是需要注意一些运动强度和难度的 有很多瑜伽的初学者呢 都想挑战一下高难度的动作 那么就难免会因为运动不当 而造成身体的扭伤 那么瑜伽到底能不能减肥呢? 瑜伽一般是通过自我按摩的方式 来刺激到我们身体的内脏和器官 改善我们的消化系统 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所以说呀,它是会让你的体态变得更好的 那大家呢就可以放心的去练瑜伽啦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